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MLB历史上左手击球手 在季后赛中的最多本雷达 麦克尤恩再次创造世界纪录 创造历史 前大联盟投手 因涉嫌谋杀和谋杀未遂 他的岳父母而被逮捕 从南加州的足球到布罗克顿的橄榄球 Cardinal Spellman的防守队员成为无名英雄 大学体育运动是否过于强调 或不够强调 请大家收看 MLB历史上左手击球手 在季后赛中的最多本雷达 雅虎 凯尔 施瓦伯现在保持着大联盟历史上 左达者在季后赛中最多本雷达的记录 施瓦伯在季后赛中打出了19个本雷达 超过了雷吉 杰克逊和大卫 奥提兹等球员 尽管季后赛系列赛的数量多年来有所变化 但施瓦伯的成就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迈克尤恩再次创造世界记录 创造历史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凯利 迈克坤成为首位同时保持三项杨泳世界记录的女性 这位22岁的选手以26.86秒的成绩打破了50米杨泳的全球记录 超过了中国选手刘湘在2018年创造的记录 迈克坤已经保持了100米和200米杨泳的世界记录 他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实现了杨泳三冠 并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努力延续自己在该项目中的统治地位 迈克坤将他的成功归功于尝试不同的方法和建立自信心 前大联盟投手因涉嫌谋杀和谋杀未遂 他的岳父母而被逮捕 雅虎 一名前美国职棒大联盟投手与他的女友 因涉嫌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塔霍湖 杀害他的岳父母而被逮捕 49岁的丹尼 塞拉菲尼和33岁的萨曼莎 斯科特分别在内华达州和拉斯维加斯被拘留 受害者是塞拉菲尼的岳父母 塞拉菲尼曾效力于明尼苏达双城队 芝加哥小熊队 新兴纳提红人队和克罗拉多罗基队 从南加州的足球到布罗克顿的橄榄球 Cardino Spellman的防守队员成为无名英雄 雅虎 格莱梅奖得主艺术家阿尔伯特 哈蒙德曾经唱过 南加州从不下雨 对于卡迪纳尔·斯佩尔曼队的前锋 毛里西奥 盖坦来说他离家已经很远了 然而 这位目前居住在布罗克顿的居民 在从南加州搬到东海岸后 充分利用了他在东海岸的时间 大学体育运动是否过于强调 或不够强调 雅虎 美国的大学和大学是否过于注重体育 他们是否强调运动比学术更重要 Deseret News和犹他大学的 Hinkley政治研究所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 向犹他州人民提出了这个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46%的人认为大学过于注重体育 但48%的人认为刚刚好 只有3%的人认为对体育的重视不够 还有3%的人不知道 在调查中 不论性别如何 这些数字都保持不变 有趣的是 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的人群中 有60%的人认为大学过于注重体育 在76人队在对阵老鹰队的季前赛中 以逆转胜结束后 有三个观察结果 雅虎 费城76人队在周五晚上 以120比106战胜亚特兰大老鹰队 结束了他们的季前赛 德安东尼 梅尔顿得到了29分 乔尔 恩比德 贡献了21分 詹姆斯 哈登 错过了所有四场76人队的季前赛 但仍然与球队在一起 因个人原因离队 76人队的常规赛首场比赛 将在下周四晚上在密尔沃基对阵雄鹿队 美国选手伊利亚 玛丽宁在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开幕夜 表现完美 美联社 美国花样滑冰选手伊利亚 玛丽宁在出色的短节目后 取得了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的领先地位 这位18岁的选手 在去年的高级比赛中 赢得了他的两个大奖赛任务 并且是2026年冬季奥运会的早期热门选手之一 玛丽宁获得了104.06分 远远领先于法国选手凯文 爱莫兹的97.34分 玛丽宁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跳跃能力 和轻松完成困难跳跃的能力而闻名 伊格达拉作为NBA的代表人物 和勇士队的标志性人物 对科尔来说意义重大 雅虎 十年前 安德烈 伊格达拉决定加入勇士队 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位技术高超 具备全明星实力的侧翼球员 过去 他们也有过这样的球员 但他们从未拥有过NBA的声望 这正是伊格达拉给勇士队和湾区 带来的最大礼物 伊格达拉在上周五宣布退役 圣地亚哥已对土著人 诗歌和独裁统治的回忆 致敬开幕泛美运动会 美联社 智利首届泛美运动会的开幕是 向1973年至1990年 统治该国的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 均是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致敬 泛美火炬 在圣地亚哥的国家体育场传递 该体育场在独裁统治期间 是酷刑和处决的中心 强调为独裁统治受害者 站出来的智利总统 加布里埃尔·伯里克 开幕了比赛 泛美运动会将持续到11月5日 共有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7000名运动员参加 南方法兰大学以55-0的大比分 击败天普大学 美联社 周五晚上 南方方法大学 在对阵天普大学的比赛中 以55-0的胜利 占据了主导地位 四分为普雷斯顿 斯通 Preston Stone 传球300码 并完成了两次触地得分 而罗德里克 丹尼尔斯 Roderick Daniels Jr. 则通过一次回传得分 南方方法大学的进攻火力全开 在上半场连续三次进攻中 取得了24-0的领先优势 南方方法大学的防守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让天普大学 获得了131码的进攻马数 南方方法大学的战绩 提升至5胜2负 而天普大学则降至二胜六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的忠实观察员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美国大联盟历史上 左手机球手 在季后赛中的最多本雷打记录 被凯尔 施瓦伯刷新 这位球员在季后赛中 打出了19个本雷打 超过了许多优秀的球员 这个记录的保持者 虽然可能因为季后赛系列赛的 数量的变化而改变 但依然是一项 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另一则新闻是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 凯利 麦克坤 创造了三项洋泳世界记录 这位年轻的选手 以惊人的成绩 打破了50米洋泳的全球记录 并且已经保持了100米 和200米洋泳的世界记录 他的成功得益于 尝试不同的方法 和建立自信心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然而 世界并不总是美好的 一位前大联盟投手 因涉嫌杀害他的岳父母 而被逮捕 这是一起令人震惊和悲伤的事件 使我们反思人性的黑暗面 我们希望正义能够得到伸张 受害者的家人 能够得到安慰 接下来 我们有一则关于体育的调查结果 有人认为 美国的大学和大学 过于注重体育 而不够注重学术 调查结果显示 46%的人认为 大学过于注重体育 但48%的人认为刚刚好 只有3%的人认为 对体育的重视不够 这是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 引发了人们对大学 体育运动的思考 在篮球方面 费城76人对在季前赛中 以逆转胜结束 这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比赛 虽然詹姆斯 哈登因个人原因离队 但球队还是取得了胜利 我们期待他们 在常规赛中的表现 此外 美国花样滑冰选手 伊利亚 马利宁 在美国花样滑冰 锦标赛上表现出色 取得了领先地位 这位年轻选手 凭借出色的跳跃能力和技巧 成为了人们主目的焦点 最后 智利的首届泛美运动会 以纪念1973年至1990年的 军事独裁统治开幕 这是对受害者的敬意 和对历史的回顾 我们希望 这次运动会 能够为人们带来欢乐和团结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